2019年1月1日起 中国最新税法的修正案就要正式生效了 那么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 未来也要被磕税的情况之下 个人的资产该怎么样规划或调整呢 农村新闻特别专访到了南加州著名的理财专家 来深入解说 面对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个人的资产配置已经跳出现有的框框 到底当下的资产配置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美国宏盛保险与理财市场部的副总裁Rachel Rachel你好 你好 那请问一下Rachel 那现在CRS对于在美国居住的人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因为的话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这个CRS的话题的话 是相当的热门的 那CRS全球共同的申报准则 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了解了 那么我们身在美国的朋友 可千万不要以为说 虽然美国没有加入CRS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假设今天您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 那么根据2018年8月31号 中国大陆刚刚颁布的 中国最新个人税法的修正案 那么凡是在中国大陆 租满了183天的人士 都会被自动地纳入税务居民 那么这个方案会从2019年1月1号 正式开始实施 同时的话如果它还持有绿卡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的话 这位朋友它不但要受到CRS的监管 同时也会受到美国肥咖肥霸条款的监管 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资产配置的话 在哪边做比较好该怎么做呢 就目前来讲的话 全世界美国仍然是在岸的最佳的避税天堂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我们可以做房地产的投资 可以做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的投资 可是的话最简单和最安全的方式 还是高额的人寿保险 因为高额的受险不但可以保障家庭 还可以这个达到财富传承 同时的话也可以达到现金值的一些累积 甚至兼顾这个教育基金和这个退休收入补充的一个作用来的 世界的环境大环境来看的话 资金存放最安全的地方还是美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主要第一个像我们刚才已经有讨论过 CRS的话美国没有加入CRS 那第二个原因的话 从政治上也好 从经济上也好 整个大环境 那美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非常多的海外的钱都流向美国 对于这些现象你怎么看 美元在整个国际货币的币种里面 属于比较安全 然后它的保值性是非常的强 非常坚挺的一种币值 所以美元资产配值 特别是在美国的美元资产配值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现在在全世界 特别是我们的高净值资产人士都看到了 在美国做资产配值的这些好处 所以的话我们接下来的 大家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国外的这些资产会流入美国 对于海外人士的话 他是否可以购买高额的保单 在美国的部分 很多的美国的保险公司 本土的美国保险公司 都已经开放给外国人来申请 那么所谓的外国人就是 没有美国生安号 没有美国绿卡 不是美国公民 那前提是只要合法的入境美国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如果这位人士他有更多的一些所谓的financial tie 就是与美国有更多的经济联系 比如在美国有投资 有房产 有其他的一些金融资产的话 那他的选择的这个公司 还有产品的范围就更加的广阔 但是集中的来讲 或者是我们概括的来讲的话 只要您是合法入境美国的外国人士 都有这个资格来购买美国的人寿保险 感谢瑞秀的详细讲解 跟耐心说明 相信观众对于财富规划 与配置有定了解 在这边要呼吁所有的观众 有任何疑惑 一定要找到一个专业单位进行咨询 现在我们把镜头交换给棚内